然後我就要滑手機 然後就看到這裡突然 有個東西飛過去 呃 亮的 黃的 但是不是很覺得亮的 大概就是像那種那種燈這樣 隔著繼續滑手機 過了大概又幾分鐘之後 又看到另外這個門 又有個東西飛過去 但是我就沒有那麼害怕了啦 就是有兩個東西飛過去 他跟我講說可能是類似像 神明裡面的護髮 護髮 對 但他們就不會那麼亮 因為真正的神明看起來算是神明 心體 我看他都是實體的喔 他是有點透明 是那個真實的我看電影 對 他是白臉的 因為他們是護照的 他是光體 真正神明是光體 沒有到刺眼的光 就是有光 然後很大 然後也不是這麼的取向吧 但我只知道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那個異象 就是那個神明的那個很大 他就會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喔 但很奇怪 他在我腦海中 可是我都會知道 他在我旁邊這麼大 所以我也很難形容那個感覺 等一下 我還有文字 喔 你是看得到字 我沒有字 可是神明聽塞過來的 我就說他就告訴你 可以耶 就他在猶豫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可以耶 兩個字可以 這樣